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再有極高層的政要出來吹風 說要收容來自香港的移民 這次輪到國務卿蓬佩奧 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港 蓬佩奧在接受一個智庫訪問時提到 說他正在考慮歡迎香港人前往美國 並且引進香港人的企業家創意 只不過他沒有很具體地說明 究竟有什麼詳細的措施 也沒有提及到移民的配額或者簽證的詳情 至於麥康內爾怎麼說呢 他在參議院發言時說到 說美國有作為逃避戰爭和共產主義難民導航燈的深厚傳統 美國應該為香港人再一次發揮導航燈的作用 其實在過去兩個星期 英美的媒體和政界人物 都不斷地放風說要收容來自香港的移民 起先是由一些英國的小報放風 後來就輪到大埔的專欄作家去寫這些東西 然後就到大埔的社評 都開始要創造這種輿論氛圍 到最後就是來自英國和美國的政界人物 都確立這種氣氛了 到底這波是禮真的 還是純粹是放煙幕呢 目前實在是沒有足夠的證據來判斷 因為真的沒有一些很具體的措施說出來 純粹都是一些導向性的言論 今天英國外相南韜文會出席下議院去回答一些議案 其中就是要對香港的問題作出最新的回應 到底他會不會就著BNO護照的議題 再有一些新的訊息 暫時未知 但是他自己在Twitter上說到 就說英國和他最親密的朋友以及盟友的合作 比起以往任何一個時刻都來得重要 他在昨晚跟加拿大外長雙彭菲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澳洲外長佩恩 以及紐西蘭外長溫斯頓作了一個通話 他們就談到疫情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 以及其他國際的挑戰 即是說他在今天下議院作答的時候 就肯定會有一些東西拿出來 整個五眼聯盟在昨晚就開了會 到底有什麼商討結果呢 大家要拭目以待 另外 蓬佩奧在昨晚接受霍氏新聞訪問的時候 就呼籲歐洲國家要跟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他在訪問當中提到 他認為歐洲的國家 現在應該很清楚看到中共帶來的風險 這是威權政體 他們竊取信息 拒絕言論自由 壓迫人民 對全世界人民構成了風險 以及跟民主國家的行為完全不同 他就說 歐洲人民應該要看清楚這一點 而且要跟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美國和歐洲是可以共同努力建設經濟 保護各自的人民 並且使中共沒有辦法主導整個世界 現在蓬佩奧正式向歐洲各國領袖放話 到底他這一招會不會湊效呢 似乎成效未必那麼高 因為英國最終決定向美國靠攏 都是因為他們要簽訂美英貿易協議 因為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美國就向英國施壓 所以就使得英國和中國越走越遠 但是這些歐洲國家似乎他們就有另一種的盤算 因為歐盟經常認為 在中國和美國以外 是應該有一個第三勢力作平衡 這個第三勢力就是歐盟 故此就算美國怎樣去禁止華為 這些歐洲國家他們都不肯跟從 甚至乎在這個港版國安法議題上 歐洲的對華態度 比起美國對華態度軟弱得多 故此就算現在蓬佩奧公開喊話 到底歐洲有多少國家是聽他之敵呢 在上個星期 歐盟在討論到底會不會向中國展開制裁措施的時候 二十七個成員國當中 只有一個是肯表態支持的 其他的二十六國都好像軟皮蛇一樣 已經是看得到美國和歐盟之間的分野 接著就講一下美國的大規模示威浪潮的情況 有一段影片被人錄了上網 原來在包圍白宮那次示威當中 離奇地出現了一些普通話的對白 這個我們稍後再講 我們先講明尼蘇達州州長 他出來發誣風 在上個星期的時候 在明尼蘇達州的公路上 就有一名貨車司機 就拿著車子衝向示威者 好了 這件事發生了 去到昨天 根據路透社所說 這個民主黨籍的州長Tim Wals 他竟然說 這個貨車司機是無意的 他只不過是不滿示威者封了一條路 所以才踩油是衝上前 這個行為的確是有點愚蠢 在接受了初步調查之後 這個司機是感到沮喪的 到底這個州長 知不知自己在說什麼 他明知那些示威者封了一條路 他還要踩油 踩油 衝上前 你還在幫他說話 是不是傻 這些人是 難怪香港 都試過發生類似的情形 有個的士司機就衝向示威者 甚至乎有個警車 電單車就衝向示威者 幸好這個州長不是在香港做官 不然他就附和這些行為一份 這些人是否傻的 應該彈劾了他 Tim Wars 根本上這些州長 就很有問題 自身的內政都管不好 還想嫁禍特朗普 當時是你州的警察有問題 那你就去整頓你州的警隊 而不是擺出一副放軟的態度 然後就任由那些極為激進的示威者 那些搶掠者 就騎劫了整個的示威活動 然後你都不採取任何的行動 無非都是想製造一個畫面 就是要特朗普派兵去鎮壓 現在特朗普就終於派了國民警衛隊去 那你這幫民主黨的州長就好像求人得人 但是作為一個理性的人去看這件事 都會知道責任是屬於你這個民主黨籍的州長 特朗普昨天就跟各州州長開了一個視像會議 他在這個會議當中就要求 他們是不能夠對於這個被騎劫了的示威 的回應是過於軟弱的 而且特朗普還說 這些州長必須要採取主導 若然他們再不採取主導的話 無非只是在浪費他們自己的時間 他說整班人就好像混蛋一樣 並且稱讚國民警衛軍 是成功控制得到秩序 剛才我們都提過 說在前日的包圍白宮示威當中 有人拍了一些短片 在那條短片當中就非常清晰 是聽到一句普通話的 這句話就是 誇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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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了幾聲非常大聲去叫 所以是很清晰的 到底為什麼會在包圍白宮的示威當中 出現了這些離奇的普通話呢 首先來說 說這句話的一定是當地的華人 或者是留學生 或者是記者 反正他們是粗華語的人 反正一定不會是白人或者黑人 沒有理由他們去到這個示威現場 突然之間轉台說了普通話 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 而且當有一個人在大喊誇著的時候 很肯定在現場至少有兩個華人 甚至乎是更多 至少有兩個 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不用喊誇著 自己拔就行了 自己拔腳就行了 至少有兩個 好了 到底為什麼會有華人出現了在這個現場呢 又不是說說什麼陰謀論 純粹是分析一下 華人沒有說不可以參與這個示威 但是這個示威的本質 先頭的導火線就是反警暴 因為有一個白人的警察就是跪頸 做死了一個黑人的市民 但是這個只不過是導火線 演變到現在這一刻 就已經成為一個種族的衝突 警暴的問題是導火線 現在基本上不再是什麼反警暴 那麼簡單 因為現在說的是種族的矛盾 那些黑人就批評 這個叫做白人至上主義 大家聽聽那些黑人的民權領就知道 所以警暴只是導火線 然後現在已經是演變成為種族衝突 那麼到底在這個包圍白宮示威當中 在白宮外圍的這群華人是什麼人呢 如果說是當地的華人都比較有趣 因為美國華人從來對於當地的政治參與程度 就不是那麼強烈 那麼現在都演變成為一個種族衝突的時候 竟然間都有華人為著黑人的兄弟來發聲的話 我都覺得是挺鼓舞的 不知是否這種情況 如果說是一些中國人的留學生 走去那裡照月樓 去看戲、吃花生 也不奇怪 當然也有可能是一些來自中國的記者 看到這樣的情況就叫快走快走 如果以上這些可能性 都沒辦法說服得到你的話 那你就可以聽聽余懷松所說 他就說這群人背後是有手影的 是有組織動員的 只不過我就是找不到一些確實的證據 所以這個空間就留待大家去思考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